莫少 夫人她又走了 作者 围城 演播 田小莫 莫少 休暑 第八十二集 齐君如期赴约 他知道海伦是个有能力的女人 但是他还真没想到 海伦的办事效率这么高 齐少 真高兴看到你 前几天还为你接风 我们可不是好久没见 齐君也很自然地靠在了沙发上 看着海伦在灯光照射下 美得不像画的脸 海伦的嘴角始终挂着微笑 这样充满秘密的女人 可以说是风情万种 海伦专注地看着齐君 性感的红唇一张一合 看来 齐少不想我呀 那我走了 海伦说着就做事要离开座位 齐君始终拦也没拦一下 还真是不起风情 海伦看着齐君这样 倒也没生气 只是重新做好 眼神变得认真起来 我知道 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送人 当然 我还欠你一个人情 不管你是为了谁 我都会帮你达成心愿 海伦 像你美得这么不可方物的女人 谁会不动心 来 我们喝一杯 齐君了解海伦 他知道 这件事情急不得 海伦就是想吊吊他的胃口 可齐君是坐怀不乱的真君子 此刻有故人相伴 不如好好吃顿饭 海伦眯着眼睛 嘴角的笑依旧挂着 优雅地端起杯 和齐君碰了一下 我知道齐少不急 长夜漫漫 我慢慢跟你设 有家人陪伴 只怕漫漫成也都不够 此时饭猪的气氛非常轻松 海伦慢条死里地 吃着手里的东西 终于开始跟齐君切入正题 林氏最近有些古怪 确切地说 是有一个人 经常鬼鬼祟祟的 在林氏周围 或者林氏的楼梯乱转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有观察过 他经常要进入 林朗诚的办公室 但是通常都会赶出来 甚至有一次 林朗诚还找人 对他拳打脚踢 我知道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 但有一次 我从林朗诚办公室出来 误入楼梯间 竟然发现 他手里拿着刀 来回踱步 齐君听得津津有味 他听到这儿 眉头一跳 确实 什么人会想杀了林朗诚 林朗诚在B市商场 混了这么多年 要说仇家 肯定是有一些的 但明显林朗诚 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这人明显 既没有后台 也没有脑子 哪怕林朗诚知道 这人的存在 也没人理会他 现在这个人 像是狗急跳墙 已经只想杀了林朗诚 你是说 这个人或许和宋燃的事情 有关系 确切地说 这个人是那天目睹宋燃掉下悬崖底下的人正 是林朗诚的司机 我找人查过了 剩下的事情我就不管了 齐君想到之前 林朗诚和齐林松一起陷害宋燃那件事 事情做得确实天衣无缝 找不到一丝纰漏 但事情是人做的 总会出现什么意外 比如 没有杀干净的人正 齐君收回脸上的表情 他一直都不知道海伦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海伦不简单 没想到在异国他乡 海伦的手也伸了进来 海伦小姐 看来是我轻视你了 今晚能与你共进晚餐 我很愉快 只是 我不喜欢你叫我海伦小姐 说完 海伦站起来 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有什么事情我会再约你的 先走了 齐君看着海伦离开的背影 知道海伦有些不高兴 但海伦还会继续帮他 他知道 一条命 没那么容易就能还清 宋染今晚早早就吃好了晚饭 惊险地窝在沙发里看电影 他突然回忆起 以前他跟墨千行在一起的时光 宋染总是喜欢对着墨千行 谈谈对以后美好人生的向往 他记得那是一个冬天 不像南方的冬天 北方的冬天 总是显得有些凄凉 树叶趁着秋天已经陆陆续续掉光了 每次在圣诞节左右 离城就会开始下大雪 宋染总是喜欢和墨千行在雪地里玩 趁着墨千行一个不注意 就对墨千行扔一个雪球 墨千行每次看到宋染大笑的样子 就会把宋染拎起 丢在雪地里 两个人就这么跑啊闹啊 一路都是欢声笑语 两个人跑累了就会躺在雪地上 清醒 以后每年冬天 我们就窝在家里看电影吧 买好多好多零食 看通香 宋染躺在雪地上 看着一片一片往下飘的雪花 眼睛亮亮的 墨千行侧目看着宋染的样子 只觉得宋染 像是从天上下来历劫的仙女 为什么要看电影啊 你不是很喜欢出来玩雪吗 笨蛋 那时候我们都好老了 玩也玩不动了 房间里暖和 只能待在房间里握着 看电影啊 然后再看看窗外的雪 墨千行看着宋染的鼻尖 跟脸颊被冻得通红 十分可爱 可是我只想 等着结婚了 趁着年轻 多生几个孩子 说着 还调皮地冲宋染 眨了眨眼 宋染看到墨千行 这么不正经的样子 跳起来就追着墨千行 扔雪球 追又追不上 气得直跳脚 原来年少时候 最简单的爱情 是亲生向往 一不小心 就跟你白了头 宋染回过神来 看着窗外 已经快掉光树叶的树 不知道今年的冬天 她还会不会 在墨千行的身边 她已经有五年 每个墨千行 一起看雪了 回忆总是美丽的 现实 却始终不能如人愿 她知道 她现在只能顶着 宋染染的身份 在墨千行的身边 等待时机 还自己一个清白 但美丽的往事 只能成为回忆 她和她 始终是再也回不去了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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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